如果要设定格式化条件 类似像这样 我们有两个按钮 一个跟刚刚那个 设定格式化条件结果一样 只是差别是用VBA来做的 一个是清除 又把它恢复 那程式如何写 基本上的话 这个格式化 我加一个底线VBA 其实主要写的方法 程式就只有五行而已 那写的方法 我想大部分同学应该 应该对我印象 反正就是把它底色变成黄色 前面好像有练习过了 那第一个一样跑个回圈 For I等于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OK 做什么呢 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什么呢 如果它的那个排名 有没有 所以你排名那一栏 我们就用Sales 刮断的埃列的一栏 如果它的那个埃列的一栏 如果什么 小于等于7的话 那我then就怎么样呢 enter两下 一样打N的一栏 中间就写什么 把它的A栏的底色变成 底色就变成什么 黄色的话 还记得吧 底色变黄色 Sales 点它一个什么 intro intro color 还记得吧 intro点color 它的color呢 等于什么 黄色 还记得吧 RGB 刮断 红配绿嘛 255 255 6.0 最后记得把那个刮斧补上 这个刮斧的话呢 放在这边 记得 因为要格式化是A栏 所以你把 这个E改成A就可以了 好 程式写完了 就这样而已啊 OK 看得懂吧 其实说真的没有很复杂吧 应该 都有教过吧 只是说你把它拼凑一下 就有这个效果了 OK 应该没有看不懂的吧 只是说要懂得熟练之外 要活用吧 所以你要会用VBA的话 我觉得要熟练 要怎么样才熟练 就是经常要打吧 经常要用吧 经常要做练习嘛 然后再来活用就是 把以前学过的 把它拼拼凑凑 又凑出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那其实最常用的不外物就回圈嘛 就是那个范围 然后再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中间就是条件嘛 OK 都差不多 然后最后要做什么事 就是把那个 A栏的 如果是那个条件 底色变成 黄色 OK 试一下 理论上就是这样嘛 程式一支星 清楚的话呢 就是怎么样 再把同样的程式 只是中间没有逻辑判断 全部又改回 没有底色 有没有 佛I等于二到最下面列 把它的底色全部又恢复成没有 当然本来就没有了 还是没有 如果有的就没有 你不用逻辑判断了 当然有人会想就 把它判断一遍 有点浪费事 现在就全部好了 比较好写 OK 所以全部清除的话 就是这样子 OK 我们就完成了 但是最后这个前七名这个 是相对的比较不好写 不过其实也没有那么不好写 程式基本上顶多多两行 就把刚刚的东西 那其实最大可能会出问题 就是一样 For I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回圈 然后如果它的排名怎么样 假设一栏的排名 小于等于七的话 把它的A栏 刚刚是填颜色 但是只是改成 把它的值 复制一份 到F栏的 从第二列开始 也就是第一次是第二列 那再下一个第三列 第四列第五列 因此那一推 把这个值复制到那边去 所以以后你们报表 不也是这样吗 找到东西丢到某个地方 可能是同一个工作表 可能不同工作表 有没有 写法一样 所以写的方法 可以讲一下 其实跟刚刚的写法 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其实可以怎么样 前七名 我可以拿刚刚的程式 拿来修改就好 怎么改呢 回圈一样 逻辑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底色 把这个资料放到F栏 特别注意 我们要把哪一个 复制到哪一个 特别注意 你要复制到的写前面 来源写后面 所以我应该要把什么呢 把前七名 这个位置写前面 所以后面这个可以删掉 然后我可以中间加个等号 把这个再复制一个到前面 就是把A栏的东西 帮我丢到F栏里面 但是特别注意 这个就是把他现在找到的东西 但是问题 这个位置比较特殊 这个位置如果给他2的话 那我执行过去的话 你会发现会怎么样 最后呢 只剩一个 我先把这个先清空 你会发现 如果我现在执行的话 他会留39 因为第一次丢2 第二次还是丢2 第三 最后变是什么 盖过去 所以我希望怎么样 第一次丢2 之后呢 每丢一个就加1 就好了 所以这个程式怎么变 可以做啊 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次的是 我假设多一个变数 因为那个数字需要变嘛 所以需要变的就需要一个变数 所以呢 你第一次是什么 等于k等于2 然后这边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k 但问题来了 他只要输出一个嘛 第一次嘛 所以他预设值就2嘛 所以这个时候他会放在f2里面 第一次对不对 可是之后的呢 你就把它怎么样 k等于 k加1 这样就好了 加了1写回去就好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ok 他加了1写回去 所以他本来是2嘛 2加1写回去 他变3 然后3之后的话 3加1等于4 又存回去 所以每一次 每一次 每一次 好 那就会是结果 看一下要不ok呢 执行 有没有 12 没错吧 21 27 一直到39 就帮我列出来 ok 应该可以懂了 所以其实刚刚那个把VBA底下上颜色 这个拿来改 就ok了 第一名 第二次丢第二名 好 一直在一堆 这样的报表老板比较喜欢 对 你就按照那个名字排列吧 ok 可是要怎么改 对不对 这个时候的话 所以我刚刚讲 真的是不缺那个问问题的人 对不对 缺那个把答案写出来那个人 对不对 其实会很难吗 其实倒不会 不过你可能会需要 另外再多一个回圈 为什么 第一次 我想到了 可能这个地方也许你要多一个回圈 就第一次跑 第一次的话是抓第一名 第二次的话抓第二名 一直在一推 好 他抓到之后 他就把值给丢到这边 按照顺序 所以这边可能会需要再多一个回圈 好 也许第一个是 I回圈嘛 那里面可能有个追回圈 ok 这样应该可以 但是复杂度会非常 相对的比较高 那另外就清除了 清除我想这个 可写可不写了 因为写的感觉会比较完整 好 那清除的话当然你也可以跑回圈 或者你可以直接用range的方法 有没有 把它f2到f8 后面加一个什么呢 点clear contents cl clear contents 这个就ok了 就是这个范围 帮我把里面的资料 cleer掉 这样写比较简短 ok 那所以请各位示意 后面先还给各位 那主要就是刚刚vba部分 第一个就丢公式 把它用定义名称 又更简化了 第二个话呢 就设定格式化 就是把设定格式化条件 原来是用那个excel里面那个功能 我们把它改成vba 所以记得如果你本来有设定格式化条件 请你先把它移除掉 再利用vba vba的话总共只有五行 一个回圈 一个逻辑判断 再加一个把底色变黄色 ok 五行而已 然后再恢复成没有底色的状态 跑个回圈 把底色恢复 真的前面都有讲过了 最后是把那个找到的前期名 帮我列出一个清单 ok 然后这个地方比较可以学会 就是如何把某一个找到的资料 把它复制到另外一个位置去 特别注意 这个概念要有的话 以后就是这样带来带去 其实真的没有多多少东西 这前面应该都 基本上应该都不陌生的东西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把之前学过的东西再活用 这个可能就是要还是多一点练习加多一点的范例 那其实当然除了我们上课的范例之外 委员单上还有蛮多 还有很多 反正你只要真的能够遇到问题 也能够真的解决问题的话 以后应该工作上就会更加的得心一手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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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